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败于房子 那时候郭阳已经向我求了婚 我也以为我们的幸福要来了 结果商量婚期的时候 郭家父母说 婚房是他们买给自己儿子的 首付是他们付的 让我签署一份婚前协议 就算我们结婚 婚后我要帮着还房贷 房子也和我无关 这个要求明显不合理 我不签 郭阳这时候妈保了一面 显现出来了 她拼命说服我签字 说反正啊 她的就是我的 不然她妈会生气的 本来她妈就不情愿她娶我 觉得她有更好的选择 好吧 为了案情 我想妥协一次 于是跟郭阳商量 要不我们自己再买一套房吧 我们可以买套小的 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结果郭阳说她妈妈不同意 两条房还贷压力大 何况她也没有多少的钱 和我一同出首付 好吧 你们都不同意 我自己买可以了吧 我爸妈给我准备了 十万块的嫁妆 加上我手里的钱 所以我想买个小公寓 郭阳知道后还是不同意 说她家婚房都出了 我这嫁妆 买的公寓啊 怎么可以 只写自己的名字 这完全就是自私 我真的是呵呵了 反正我怎么做 都不会让他们家人如意 郭阳只愿意 听她爸爸妈妈的话 一点都不顾及我们的情分 这样的感情 就算我拼命地妥协 抓在自己手里有何用呢 我提出分手 郭阳又开始给我打感情牌 说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她舍不得 我于心何忍 我总算是明白了 她就是觉得我好说话 可是我已经心灰意冷 也不想和她再耗下去 和郭阳分手后 我逃离了武汉 好友在苏州工作 邀请我过去 在苏州我重新找了一份工作 每天除了上班 我还要报名考证 学习各种课程 可以说一场分手 让我一下子 明白过来了 人只有靠自己 自己强大才是真的强大 越努力越幸运 到苏州两年 我升了两次职 工资也一涨再涨 自我价值得到了实现 我也活得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通透 梁宇和我是在 一个行业交流会上认识的 当时她坐在我身边 我没有特别留意她 直到会议结束 我匆忙离开 手机望在了位置上 她拿着我的手机追上了我 我对她说谢谢 没想到那天晚上 受主办方邀请 大家一起聚餐 梁宇就坐在我身边 因为有了中午的缘分 我只能说好巧 她也说好巧 说完之后我们都笑了 那天吃饭的时候 我很饿 一个劲儿的埋头吃 我用眼角余光发现 梁宇一直在偷偷看我 估计她是第一次发现 这么能吃的女孩子吧 我是因为中午叫得外卖不好吃 没吃几口 是真的饿了 反正我又没有想和她怎么样 对其他的人也不怎么认识 更没有必要端着或者是装淑女 苦了自己的胃 那也不是我的作风 到时中间有同行劝酒 梁宇替我挡了 说我一个女孩子 让我用饮料代替吧 那人就照做了 让我随意 后来我才知道梁宇在这个行业 也算是很牛的了 别人是给她面子 晚上回去 我在路边等车 突然有辆车停在我面前 梁宇打开车窗叫我 要送我 我刚想拒绝 她就打开车门 走下来说 上车吧 也许是她太温柔 我竟然乖乖地上了车 我下车的时候 梁宇还主动加了我的微信 说我们是同行 以后可以交流信息 她这个借口让人没法拒绝 我那时也没有恋爱的心思 哪怕 我知道梁宇长得还不错 人看着也不错 也没啥兴趣 用我好友的话来说 我完全是磨正了 一心想赚钱 男人对我来说就是绝缘体 大概是吃一欠长一智吧 我对房子反而比较热衷 因为我想存钱 自己买套小公寓 给自己一个家 其他的对我来说都是浮云 之后梁宇也没有主动找过我 我想她说的也都是客气话 没想到两个月后 一天晚上下班 我心情不好 很想去弄点消遣活动 为什么心情不好呢 是因为郭阳 她打电话哭着对我说 她后悔和我分手了 说她妈让她娶的老婆 她不喜欢 两个人天天吵架 她要离婚 可是这又关我什么事呢 但是想想我们曾经爱得那么热烈 她是真心对我好过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她是妈宝男 我们无忧无虑 只是时光一去不复返 却没有想到我们会败给房子 或者说是败给了她家人的私心 事事真的是无常 我挂了郭阳的电话 也没心思加班 约好友她男友生病了 她没有空出来陪我 我想了想打算去附近的商场 看电影 看了下最近的一场是8点45分 我订了票 慢慢溜达过去 到了电影院 我刚把电影票取出来 准备入场 突然听到有人叫我名字 我一回头是梁宇 我们同时间问对方来看电影 问完又笑了 似曾相识的场景 这时候大庭传来催进场的广播 我对梁宇说 我是这场 我要进去了 再见 没想到她挥了一下手里的票说 等一下 我疑惑地看了她一眼 她笑着说 这是缘分 我也是这一场 等我们进去才发现 这场电影 我们两个包场了 直到我和梁宇在一起 她才告诉我 一般她是不进电影院的 那天晚上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路过那家商场 她突然就想遵从本心 进去开场电影 所以才有了和我再次的相遇 看完电影 梁宇请我去吃宵夜 也可能是那晚的夜色太撩人 也可能是我需要倾诉 所以梁宇问我 有没有男朋友的时候 我给她讲了我的前任 讲了我的故事 说着说着我流泪了 也是这时候我才发现 表面上看起来我很坚强 觉得分手不算个啥 其实我心里并没有真正放下 哪怕郭阳不好 毕竟我们真爱过 以前我都是伪装自己很好 自己很坚强 可能是梁宇太温柔 太适合倾诉吧 我的倾诉就像是 决堤的水 抑制不住 等我说完 感觉轻松了很多 突然也放下了很多 梁宇说 她能理解我的 从那天晚上 梁宇愿意听我的倾诉开始 我们的关系近了不少 此后 每到周末 只要她不出差 就会邀请我去聚餐 两个人都是单身 时间久了 感情自然会起变化 又过了一段时间 梁宇向我表白了 我没有立刻答应她 因为受过伤害 面对感情 我会特别谨慎 那天晚上回家 我就觉得不行 给好友打电话 好友说 你曾经被蛇咬过一次 让你很害怕 但是 你不能因为这份害怕 就停留在过去 觉得所有的男人 都像你的前人一样 你要相信 还有人和他不一样的 还是有很多美好的 前提就是 你需要往前踏出一步 去见识外面不同的风景 也许会有意外之喜 好友的话 让我心里瞬间 变得敞亮起来 是的 我是曾经受过伤害 但是我要相信 我的未来是美好的 是自己可以把控的 想通了 我立即给梁宇打了电话 说我愿意 梁宇是个很有趣的男人 和他在一起 我变得很开心 工作上遇到麻烦 他也会给我很多合理的建议 有了他的支持 我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手里的存款 已经足够我 买一套小公寓了 买公寓的时候 梁宇主动问我 钱够不够 不够的话 他支援我一些 我虽然拒绝了他 但是他的态度 让我觉得很受用 和梁宇恋爱八个月后 他说要带我去他家 我这才知道 他爸妈住在别墅区 据我的了解 那里的价格不便宜 好在他爸妈看起来很和蔼 没有为难我 那天 从梁宇家出来 我问他 他家是不是很有钱 他说 怎么说呢 这点钱也是祖上积德吧 当初 他家拆迁 赔了几套房子 还有钱 他父母用这些钱 投资了他舅舅的工厂 后来 他舅舅的厂子 越做越大 又成立了公司 经营的业务 范围越来越广 现在他们家 是坐等分红的那种 而他所在的公司 也是他舅舅的产业 只是舅舅交给他 全权负责 他小时候 家里也不富裕 就是普通孩子 所以 他的成长过程 和我没啥区别 我说 你找我 你爸妈 难道就不反对 梁又说 你想听真话 还是假话 我说 当然是真话了 他说 真话就是 他爸妈刚开始不同意 因为 他的几个表哥 娶的是 门当户对的老婆 几个表姐嫁的 也都是 门当户对的家庭 但是 他爸爸说 他们那些 所谓的门当户对 也就仅仅是 财力上的罢了 过得好不好 还不是自己说了算 何况 他们也没几个 是幸福的 他爸还说 他们家不讲究那一套 只要人品好 梁雨喜欢就好了 毕竟 他们也没有 像他两个舅舅 那样家大业大 所以 还能给梁雨 更多的选择 梁雨的妈妈 一直被他爸爸宠爱 是个幸福的小女人 听梁雨爸爸 这么一分析 他就说 算了算了 让梁雨自己折腾吧 梁雨问我 这个真心话 我满意不 我点头 我又问梁雨 他们家规矩 是不是很多 梁雨说 他们就是普通人家 没啥规矩 以后我们结婚了 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过 虽然梁雨的话 让我放下心来 但是过去的经历 始终让我没有安全感 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 只是我没法 把这种忐忑告诉梁雨 真正让我决心 嫁给杨雨 是因为一件小事 那天呢 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我突然牙很疼 梁雨立即带我去医院看 医生建议我那几天 不要吃太冷和太热的东西 因为我晚饭没怎么吃 回去后梁雨给我煮了粥 尽管我表示吃不下 但她还是让我稍微吃点 说着她就拿起一个小勺子 一勺一勺地喂我 每次喂我之前 她都先用嘴吹吹 等感觉不烫了 再喂给我吃 看着她细心的样子 我突然被打动了 虽然这是最低成本的对我好 但是我能感到 梁雨对我的那份心意啊 跟这样一个男人在一起 也许我可以尝试一下 之前梁雨也向我求过婚 我一直没答应 那天我主动对她说 梁雨我们结婚吧 梁雨像是震惊 紧接着呢 她放下手里的碗勺 把我抱起来转圈圈 第二天梁雨让我请假 她要带我去签婚前协议 我一听过去那种 不舒服的感觉又来了 我问她 你是害怕我惦记你家东西吗 我不会的 说完我又很伤心 果然她还是不相信我 我想嫁给她 也只是因为她是梁雨 因为她这个人 至于她家有没有钱 有没有房 和我都没有关系 这么想着 我也说了出来 梁雨笑着摸了摸我的头说 傻妞 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要让我的房和钱 都和你有关系 昨晚 我已经和我爸妈商量好了 我名下的财产 都有你的份 我要让你安心 我在苏州有两套房 我要把其中一套过户给你 作为给你的聘礼 也就是你们孩子 想要的安全感 至于你想要哪一套 一会儿你可以自己选 另外一套在上海 虽然不用还贷款 但是我要作为 我们名下的共同财产 我手里头啊 还有点股份和现金 那也是我们共有的 都有你的份 你前面这28年 我没有参与 但是我希望 往后余生 你都有我 你签了协议 我们就去领证 怎么样 我已经联系好律师了 先带你去看看 我一下子呆了 我没有想到梁宇来真的 可是我并不想要她的房啊 我自己也有 我问她 就不怕万一我们离婚 这些我都带走了 梁宇说 我没有想过那么多 我只知道 此刻我给你这些东西 是我心甘情愿的 至于未来 我也只想好好爱你 好好宠你 万一我们的缘分 不能到头 那么有这些身外之物傍身 让你好过一些 我也觉得很开心 我赶紧捂着她的嘴巴 让她别说了 我说 我都相信她 领了证了 梁宇特意 跟我回了一趟老家 去见我爸妈 她说 毕竟是她太急切 先和我领了证 要给我爸妈道歉 对于梁宇 我爸妈都很喜欢 自然是120个同意 我爸妈那一关过了 梁宇又让她爸妈 亲自到我家上门提亲 说这是他们的诚意 至于婚礼怎么办 梁宇爸妈也很尊重我爸妈 最后商量的是 两家各伴各的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 梁宇爸主动对我爸妈说 他们也就是运气好了点 之前的老房子拆迁了 条件才好了起来 之前他们过得还不如我爸妈 他这样一说 我爸妈也就放开了 和他聊得很开心 婚后 我和梁宇自己住 婆婆说 我们自己说了算 他和公公尊重我们的任何决定 如果我们有了孩子 需要他们帮忙 他们就帮 不需要 他们帮我们请保姆 也可以 平时公婆也不常在家 他们没事就出去玩 公公在我们婚前 就专门买了房车 带着婆婆四处享受生活 他们没有催生 婆婆也没有挑拨离间 更多的是 公婆在家族群里 晒他们的旅游罩 因为疫情 这两年公婆出门不多 偶尔他们来我家 看看我儿子 这一点我还是很喜欢的 公婆的界限感非常清晰 他们也没有要我辞职 我依然上班 虽然赚钱不是很多 但是 他们觉得我开心就好 梁宇知道 我想有自己的空间 也没有要求我去他的公司 我还是那个 拥有自主权的我 前段时间 是我和梁宇 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 梁宇和我儿子陪我过的 二胎正在肚子里 梁宇说 希望我们的二胎是个女儿 就这样的话 我们就儿女双全了 儿子也一直嚷嚷 我肚子里是个小妹妹 但愿吧 现在的我很幸福 回首往事 也很感慨 只觉得自己很幸运 幸运我遇到的 那个男人是梁宇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 就到这儿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地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내 бой成为你的世界 秘密 muchos sect Seriers 从小难以驾 你才钱